沙漠给人的印象一向不好 被说是死亡的象征 而作为我国最大的沙漠 塔克拉玛干也不例外 什么死亡着海 什么一禁区的名号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那有人就好奇 这塔克拉玛干究竟有多深呢 如果把沙子全挖走 那沙漠底下又会出现什么东西 会不会有宝藏呢 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塔克拉玛干沙漠 位于新疆塔利姆盆地的中心 东西长一千多公里 南北宽400多公里 面积高达33万平方公里 比韩国还要大三倍 它不仅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 在世界上也是能排得上名号来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 都说是沙漠了 塔克拉玛干的气候环境呢 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夏天气温最高能达到67.2度 而且昼夜温差很大 能达到40度 可能早上还嫌热要出空调 等到了晚上棉被加几层都不够用 冷不冷热不热的还不够 当地的平均年降水 甚至还不到100毫米 最低呢 只有各位说了 但它的平均蒸发量 却达到了恐怖的2500毫升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能在这里生存的动植物 根本没多少 也就靠近沙漠边缘会多一点 也难怪塔克拉玛干沙漠 会被叫做是生命禁区 别说生存 可能在这待一天都受不了 但就是这个禁区 在几百万年前 它不仅是神不见解的大海 而且气候一人 虽然后来变成了沙漠 但在古代它也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哪怕到了现在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重要性 也是毋庸置疑 但对它依旧有不少疑惑 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大吗 当然很大 30多万平方公里 都抵得上三个汗过了 但有人知道 塔克拉玛干沙漠究竟有多深吗 如果来到这里 看着漫天的黄沙 估计会觉得脚下的沙子 应该深不见底 但这说的其实是有点夸张 沙漠的深度是能够测出来的 经过专业的地质勘探 塔克拉玛干沙漠平均高度在200米 而在沙漠边缘 最薄的地方也就有个5米 另外要知道 塔克拉玛干沙漠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流动沙漠 在风力的影响下 沙子会不断的移动会堆积 平均每年能移动20米 而这些沙子 最后形成了形状各异的沙丘 而这些沙丘 要是测量过后就会发现 有些限制能达到300米的深度 那有人就好奇 既然这么深 那这些沙子地下会不会有宝藏 有 当然 在古代的时候 身为生命禁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就有不少文明历史璀璨的西域小国 比如说楼兰古国 咱们出土了不少文物和遗址 证实了它的存在 但同时 就是这么一个灿浪的文明 却在1000多年前 神秘的消失在这片沙漠当中 成为了沙漠的一部分 而像楼兰这样的古国 西域至少还有36个 至于楼兰等古国消亡的原因 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总之大家各有各的说法 有说是因为气候的 有说是因为河流导致的 虽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底下 有不少的古国遗址 但我们对它的挖掘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 至于沙子底下 埋藏的历史到底有多厚重 就不得而知了 在维吾尔局里面 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 进得来出不去 但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意思 就是地下埋着宝 虽然它是一片死亡之海 但沙子底下不仅有灿浪的历史 同时也拥有人类所需要的自然资源 如果把塔克拉玛干 所有的沙子都挖光的话 首先就会在下面发现 沙漠地下丰富的地下水 塔克拉玛干的蒸发量 确实很大 但最高超300米的沙丘 也阻挡了水分的蒸发 周边河流水源的下深 再加上虽然降水少 但依旧会有水下深到地步 从而形成丰富的地下水 虽然水可能和青海会一样是咸的 估计不能喝 但能有已经不错了 除此之外 塔克拉玛干沙漠底下 还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如今已经探明 资源总量是有超80亿吨 天然气有一万多亿地方 那个建立在沙漠中心的小镇 塔中镇为啥会出现 就是为了能更好地挖掘石油 不仅如此 我国最大的甲盐矿 就是在塔克拉玛干附近发现的 而甲对农业生产有多重要 就不用多说了吧 所以塔克拉玛干 看似是无人生存的禁区 实际上更像是一具宝盆 就算凭借现在的技术 还很难做到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 但在未来的某一天 等我们的技术成熟之后 不仅能将这些资源为我们所用 说不定还能从里面挖掘出 其他意想不到的资源 或者说是古怪一致 另外 沙子挖走了的话 那能用这些沙子去盖房子吗 答案是不能 因为那些沙子太细了 不符合使用要求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起的小手 赶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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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